Lion 都有一段時間沒有跟大家見面 因為他現在在國內拍攝新戲心中有鬼 在拍攝過程中還非常辛苦 令Lion 都沒有睡覺 不過這一天 Lion 特意飛回來香港 目的就是為了做慈善 Lion 黎明今晚與鄭海泉先生合唱的首本名曲 《哪有一天不想來》 很久沒聽他唱Live的粉絲真是有福 其實這一天 Lion 剛剛在上海 捱坑抵夜拍完戲回香港 下機後就趕去慈善晚宴的會場 這麼奔波爐碌都只是靠杯咖啡提神頂住 他還說不敢吃飽 以免泛氣工心會想睡覺 Lion 當然是眼睡 他在上海拍戲的時候已經睡得不好 禁證火眼都為慈善出力 果然是為善不甘後人 我們剛剛的景點在竹林裡搭了一個很大的景點 所以有部份主戲就去了竹林拍攝 那裡比較潮濕 因為潮濕可能不是太習慣濕的香港 那變成了睡覺就不會睡得太好 而且通常你知道演員一回香港 導演一放你走之前 一定那一晚就會盡量會做長一些事 變成睡了幾個小時 立刻坐飛機坐車回香港 今晚就要做一個公益金的慈善演唱 所以我就回來了 有足精神就唱這首歌 但沒辦法時間問題都是不夠睡 所以現在反而不能吃太多東西 一吃太多東西就煩你光心就會 慢慢睡覺了 一理萬機的Lion 除了要顧自己的演藝事業 又要出任公益金董事 他還是唱片公司的老闆 認真能者多勞啊 早前就有報道說Lion的公司 不讓旗下的Janice惠蘭拍戲 要他專心唱歌 向Lion這位老闆求證 他竟然好圓地說 這些事要上天安排 說真的世事事 沒有人知道將來的答案是怎樣的 我也不是神 我是正常普通人一個 我做回自己的角色 我想每個歌手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角色 有自己的選擇 我想遲些 我想上天和自己的努力 觀眾會知道答案 我和觀眾大家一起知道 我覺得這分鐘很多時候 圈裡有很多不同的新聞 但我們仍然是當局者 我覺得是不能評論的 人家繼續發言新聞點 這件事是人家的主權 我覺得其他一切的事 是等待時間會證明的 Janice惠蘭這一天 都有出席慈善晚宴上台表演 台下不單有老闆Nion看著 在場大部分都是官身名流 Janice真的不緊張就假了 有一點緊張 因為林明最近去中國拍電影 所以我們沒有看大家 所以他有來今天 所以我們有一點緊張 我希望可以做我的 做更好的唱的感覺